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带着儿子烧卖去小剧场探班的视频 看到炳嫂的分享 不少网友都纷纷表示炳哥真幸福 炳嫂不但漂亮 而且还带着儿子一起探班 不得不让人羡慕 而看到炳嫂在视频中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粉丝们也是纷纷表达了自己的祝福 毕竟炳哥能够如此成功 与炳嫂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当然家庭的和谐 家庭的幸福从来不是一个人 默默的付出就能得到的 在当天烧饼也是现场撒狗粮 在粉丝面前狠狠的秀了一把恩爱 在演出结束 烧饼和酒华从剧场的后门出来 而在开门的那一刻 烧饼一边隔着粉丝往外瞅 一边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媳妇呢 听到烧饼这么说 不少粉丝还以为她在与何酒华聊作品的内容 而随后饼嫂的出现直接改变了所有人的想法 今晚不用吃饭了 这狗粮也太饱了 也真是太甜了 看到这儿也有网友好奇的问了一句 饼嫂去七队探班 有没有买门票呢 德运社不是声称就是演员的朋友 家人去了也要门票的吗 看到这位网友这么说 也只能表示您真的有些认真了 真的不懂变通 再说了 饼嫂是去听相声去了吗 不是的 人家是去七队探班 慰问一下辛苦演出的丈夫烧饼 再说了 身为德云社演员的家属 天天和相声演员在一起 对相声对德云社的好奇 已然没有粉丝那么严重了 所以很多时候 他们也不会动用这项特殊权利的 把票卖给观众 这不香吗 不得不说 这几天的烧饼真是太卑微了 搭档不在只能跟师弟们一起演出 就像曹赫阳说的那样 一进后台就要先鞠躬给师弟们问候 而最近天津长春哈尔滨的小剧场 都相继停演 怕是烧饼也没办法跟师弟们一起抢演出了 不过在疫情防控的当下 任何一个人和组织都是要积极配合疫情防控工作的 所以就是德云社大范围停演 大家也是能够理解的 毕竟这是在为大家的安全负责 当然如果这几家小剧场没有停演 演出什么的都正常 那就更好了 毕竟对于这几位演员的客串 大家还是非常期待 非常关注的 而在此也提醒到现场听相声的观众 开心快乐的同时 也要做好个人防护 毕竟这件事情马虎不得